凯旋苑来收取大量的租金 我们看不到他花到哪里去 又育公司的资金 开始在买土地 侯友宜凯旋苑争营持续延烧 民进党在加码指控 侯友宜家族一手收学生租金 一手却持续购买土地 地点还在侯友宜管辖的新北市新庄 登记在侯友宜家族名下的两笔新庄土地 分别为地号253254 而其中地号253就是买卖为来 目前仅限下六分之一 就能完整取得整块土地 新庄复兴段254地号土地 是侯家人透过继承取得 现场直击新庄中华路上头的 背弃厂房门口还看得到 应有后宜妻子任美林名字的电费账单 据253地号土地 侯家人则是早在11年前开始购买 翻开101年后宜 担任新北市副市长期间 财产申报上头就已经列出 新庄复兴段253地号土地 当时只有持分六分之一 现在则是持分六分之五 直到今年为止 侯家人还持续购买土地 近三年三笔购入价格达到3000万 不只被质疑单平行情六十几万 低于行情就连位置似乎也独具慧眼 因为253跟254土地 除了就在新庄体育馆对面 还紧离中和新卢县新庄站 和环状县投钱庄站等 不只周边的海沙社区正在谈都更当中 一旁的中美市场也在谈改建可能 都将带动土地价值 如果侯家人顺利完成剩下的六分之一收购 上百坪土地如果进行都更商机无限 面对质疑后 以没正面回应 而侯伴则是回籍冷饭热炒 哪五年前曾经过的事重复抹黑 不免被质疑 侯家人更懂得如何身材有道 从空拍画面来看 侯友宜家族的新庄复兴段253地号 和254地号部分土地 放眼望去有废弃铁皮屋 还长出树丛 占地百坪以上 再看看今年三笔侯家购地价格 每坪都在六十二到六十五万左右 等于七十多坪土地 只花三千万就入手 让在地一员直呼不可思议 你一坪的土地整合完成 出售至少到一百五到两百万左右的价值 我只能说他真的是土地大风 非常的会利用土地 不只一员之一 附近居民更透露 253地号在新庄中华路的老社区 附近新盖大楼过去征收一坪土地 基本也要一百五十万起跳 而附近居民也多少听闻 地主正是侯友宜家族 不只邻居议论纷纷 究竟侯家人如何取得低价土地 引人联想 毕竟看看买地时机 二零一零年侯友宜担任副市长 太太任美玲开始购买 二五三地号持分 二零一六一七年 则透过幼衣公司购地 甚至今年准备竞选总统时也出手 光是近几年就在二五三地号 砸下三千万 让外界质疑怎么购入时间 恰巧都在侯友宜担任公职期间 你有没有运用你当副市长 以至于后面两次当市长的职权 让土地周边变得更有价值 来处理你自己才是我们所关心的 尽管侯伴发声明强调 地号上有二十位以上地主 人数众多且产权分散 所以只能多年逐次购买 目前也还没完整取得 但要在新装交通机能 都便利的精华地段 用一瓶六十几万的价格购买土地 恐怕一般人很难做得到